秋婉羞涩地在叶凡怀里扭动了一下 然后这才起床穿衣服 小凡 要吃早餐吗 我马上去做 秋婉的确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妻子人选 叶凡摇摇头 不用了 我要去处理点事情 你休息一下 也去九州集团报到上班吧 好 洛菲特将操盘总部设在郭氏集团 叶凡和郭丽刚刚在大门口停下 一个青年壮汉便冲了过来 大哥 你瞒得我好苦啊 你说你 怎么不早告诉我 害我都担心死了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叶凡生死兄弟王富贵 在叶家那么危难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选择疏远 但王富贵却从来都坚定地站在叶凡身边 在叶凡被欺负的时候 永远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护住叶凡 对于这个兄弟 叶凡是真心感谢的 这不是怕你大嘴 泄密了吗 如果我提前告诉你的话 怕是葬礼当天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如果叶凡的身份那么早暴露的话 叶凡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将云城赵家 李家 王家 以及叶家内部的徐剑父子解决 也就不能顺藤摸瓜 找到背后隐藏的张衡 以及唐正几个大佬 毕竟 叶凡那个时候 在大家眼里 只是一个傻子 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戒心 如果那个时候 叶凡苏醒的消息已经暴露了 叶凡的实力 还只是五尊境界 叶家那些死对头 有了戒心 肯定会直接派最强的高手 前来对付叶凡 那个时候 如果张格老手下的楚风队长 亲自带队前来 叶凡还真不是对手 嗨嗨 大哥 你太不相信我了 我是那样的人吗 对了 大哥 我告诉你 今天还有一个熟人知道消息后 跟我一起来了 你看 王富贵说话的同时 朝门口一指 那边 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绝美女子 踏步而来 不是别人 正是宣语飞 叶凡内心不由一阵无语 刚才王富贵还说自己不是大嘴 锅里这不才刚消息告诉他吗 他转头 就跟宣语飞说了 唉 叶凡现在还没想好 该怎么面对宣语飞 而且在省城这边 清若兰 以及玉玲龙都在这边 这么多女孩子在这里 王富贵又将宣语飞给带过来 这不是要给自己制造修罗场吗 凡哥 宣语飞在叶凡面前站定 深情地看着叶凡 那眼神中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现在宣语飞非常后悔 自己当时脑袋是抽筋了吗 为什么要听二叔的话 在叶家葬礼上退婚 之前的事 对不起 宣语飞说话的同时 弯腰深深给叶凡鞠了一躬 宣语飞今天穿的一件领口很低的红裙 弯腰的时候 胸前的风景呈现万千沟壑 在叶凡面前展现 如此道歉 的确很有诚意啊 叶凡深深看了一眼 回想着之前和宣语飞 一起长大的种种美好情景 心情很复杂 念及以往的那些情分 叶凡心里是对宣语飞不忍的 更何况 上次苏一雪被绑架的时候 宣语飞还主动冲上去 保护苏一雪 不畏生死 这对叶凡触动也很大的 但想到葬礼当天 叶家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宣语飞的二叔宣正国 当众宣布和叶家退婚 宣语飞却没有任何表示 默认了退婚 后面叶凡虽然察觉到了 宣语飞身体里的射魂之术 可让叶凡就这么原谅宣语飞 叶凡还是做不到 不懂道歉的 之前什么事 我已经忘记了 叶凡淡淡开口 淡然的语气 让宣语飞身体一僵 自己果然还是伤他太深了吗 哎 自己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得到叶凡的原谅 当时在葬礼现场 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叶家十大核心弟子被灭杀 叶凡又吃傻了五年 根本看不见未来希望 父亲病重昏迷 二叔把控全局 强行让自己退婚 自己能怎么办 而且 薛宇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对当时的情况 印象非常模糊 似乎当时 在现场说话的是 另外一个自己一样 走吧 先进去吧 叶凡说话的同时 踏步朝里面走去 后面的郭立和王富贵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是无奈的摇摇头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三剑客 他们是亲眼见证了 薛宇飞和叶凡青梅竹马的感情 看到两人一路走来 感情有多么好 经历了那么多 最后却落到这样的下场 两人都有些于心不忍 嫂子 大哥心里的疙瘩 还是没解开啊 王富贵长叹一口气 对着薛宇飞道 不过嫂子放心 大哥心里肯定有你的 不然当时大哥那么早就苏醒了 李云阳要和你订婚的时候 大哥就不会去 更不会当场斩杀了李云阳 话说到一半 王富贵连忙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你呀 郭立无奈摇摇头 朝叶凡跟了上去 留下王富贵 自己拍打着自己的嘴 难道大哥说得对吗 我真的是大嘴 薛宇飞本来就是 冰雪聪明的女孩 虽然王富贵只是直言片语 薛宇飞立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李云阳要和自己订婚的时候 叶凡就已经苏醒了 而且那个时候 叶凡还是出面去救了自己 当时薛宇飞以为 只是李虎和夏浩等人 代替叶凡出面的 而现在看来 那个时候 叶凡就已经苏醒了 来救自己于火海中 肯定就是叶凡 叶凡心里 果然是有自己的 想明白了这里 薛宇飞脸上的阴霾 瞬间散去了 奄然一笑 如寒冬雪花一样 让人沁人心疲 只要叶凡没有那么恨自己 那自己以后好好表现 叶凡肯定会原谅自己 这一次 自己不能再选错了 凡哥 等等我 薛宇飞嘴角一笑 他这次来花都 也不是空着手来的 昨天得知 叶家要和张家展开金融战 薛宇飞怕 叶家资金不够 都直接从薛宇集团 调集了一千亿 用来支援叶凡 郭宇集团会议室里 叶凡和郭丽等人 一进入大厅 一个洛塞胡子壮汉 便热情地上来 一把将叶凡搂住 叶少 五年没见 都想死我了 这洛塞胡子老头 正是漂亮国金融大鳄 洛菲特 看到叶凡身后的薛宇飞 洛菲特一脸高兴地开口道 叶少有个闲内住啊 刚才薛小姐也调集了 一千亿资金到位 这次对张家 我们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宣小姐和叶少 一看就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洛菲特一番话 顿时让现场的气氛 有些尴尬 郭丽和王富贵脸上 都是一片善善 忙不迭地 给洛菲特识眼色 这个外国佬 是不关注国内新闻的吗 宣家在叶家葬礼上 当着那么多人退婚 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薛宇飞已经和叶凡分开了 现在正在感情修复阶段 你还说人家是天生一对 郭丽和王富贵等人 感觉脚趾 都快要扣出三十亿听出来了 但叶凡倒是一脸淡定 有些意外地 转头看了宣宇飞一眼 这个小妞 居然还带了一千亿过来支援吗 宣家的资产规模 也不算非常大 一千亿估计是宣宇飞 能拿出来的极限了 这是叶家和那些死对头 第一次直接交锋 也是关键一战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任何一方失败 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 张家失败 那就必然彻底被当作弃子抛弃 背后的大佬 肯定不会管他们的死活 而如果叶家失败 那叶家所有的资金来源 将会全部被切断 叶家后续任何的行动 都没有资金支持 更关键的是 那些原本打算支持叶家的人 怕是要再次重新掂量 是否要支持叶家了 从影响力上来说 叶家一旦失败 那就必然衰亡 没有再次翻盘的机会 你就不怕我们输了 如果叶家输了 那就是万劫不复 你想清楚了 叶凡卓卓盯着轩宇飞 开口提醒着轩宇飞 不用想了 凡哥 上一次机会 我错过了 这一次 我不想再错过 哪怕就是这次 和张家的金融对决 我们输了 我也会陪你东山再起 薛宇飞回答得非常坚定 本能地想要上前 挽住叶凡的手 但想到现在两人的关系 又止住了脚步 凡哥 之前的事发当天 我印象很模糊 仿佛那不是 我自己做的决定一样 凡哥 对不起 薛宇飞再次给叶凡道歉 以后 我一定会乖乖的 说话的同时 薛宇飞一脸乖巧 一脸期待看着叶凡 印象模糊吗 仿佛不是自己做的决定 叶凡心里一步由一愣 看来说不定 多少跟摄魂术是有关系的 当时的薛宇飞 是被周明的摄魂术控制了 所以才没有反对 宣政国退婚的决定 只是要确定 究竟是不是摄魂术 影响了薛宇飞的决定 只能等再将周明抓住再说了 上一次 因为周明身上那特殊的功法 侥幸让周明逃走了 不过现在叶凡已经吸收了 猪鞋阵法 那是专门对付鞋虫这些东西的 应该能彻底弄死周明吧 哦 后面再说吧 叶凡心里长叹了一口气 对于这个和自己青梅竹马长大的女孩 叶凡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狠心 说话的同时 叶凡还伸手拍了拍薛宇飞的肩膀 虽然只是一个轻微的动作 但薛宇飞身体却不由一颤 心更是跟着剧烈颤抖了一下 叶凡的态度改变很微妙 但薛宇飞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至少现在凡哥对自己 没有之前那么冷漠了 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陌生人那么客气 而且 叶凡也没有拒绝自己带来的一千亿 事情终于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了吗 薛宇飞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心一下就阳光了 这么发展下去 只要自己好好表现 终有一天 总会再次走进凡哥的心里的 不过 让薛宇飞惊讶的是 叶凡刚刚拍他肩膀的时候 薛宇飞再次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暖流 叶凡没有对自己再控制了 那种心火摇曳的暖流 迅速滋润着薛宇飞 薛宇飞心情大好 看来自己成功追夫 非常有希望啊 开始吧 叶凡在会议室里招呼了洛飞特一声 直接在上手的位置上坐下 薛宇飞则是乖巧地给叶凡倒上茶水 洛飞特虽然在金融上面非常有天赋 但在情感上却是一片空白 刚才听着薛宇飞和叶凡之间的对话 还有两人间的交流 怎么现在感觉两人之间有点毛病 好 洛飞特知道 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 各部门都做好准备 今天一定要将张家所有的资金全部榨干 这一 但 我们至少可以获利上千亿 大家都卖力赶 西北 张衡的张氏集团总部里 张衡带着张家核心弟子 恭敬地看着上手一个蓝眼英勾鼻男子 张家主 你们也太穷了吧 就准备了三千亿 这怎么跟叶家斗 上面那英勾鼻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欧罗巴的古神罗斯尔德 最起码需要准备四千亿吧 你们要清楚 叶家这次操盘的 可是漂亮国的洛飞特 我的老对手 若资金力量不够 到时候输了 可别怪我 罗斯尔德一脸严肃地盯着张衡 对于张衡的布置 似乎很不满意 罗斯先生 不是我们不准备啊 之前我们张家为了对付叶家 已经花费了上千亿的活动经费 加上最近叶家集团已经缓过神来了 开始疯狂反扑 我们张家已经受损了不少 根本再也拿不出来了 张衡非常无奈 早在五年前就应该趁着叶凡吃傻 将他也弄死的 那不行 资金太少了 至少还要一千亿 你再想想 你们家还有什么可以抵押的没有 家里的祖宅 或者公司集团啥的 现在尽快抵押出去 然后凑齐资金 我们准备开始 连祖宅都要抵押出去 张衡听了 心里都不由咯噔一跳 再将公司抵押出去 万一这次行动失败 那张家剩下的那些人怎么生活 全部喝风去吗 连公司集团都抵押出去了 那张家可就真的一无所有 只能上街乞讨了呀 这不太好吧 罗斯先生 要不我们再坚持坚持 而且 现在我马上抵押 一时也找不到 愿意给我们做抵押的人 加上评估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了张衡 其实还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从昨天孙子被斩杀之后 他明显能感觉到 上面的大佬态度 对自己都生疏了不少 而且 之前和张家绝好的一些家族 都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 这次对叶家股票的拒杀行动 若是成功了 那自己算是力挽狂澜 但若是失败 自己就算退位让贤 靠着祖产 还让张家剩下的人 维持不错的生活 找不到人吗 这个没关系 我认识大夏九州典当行的总经理 昨天我就联系了他们 他们连夜对张家所有的资产 做了评估 罗斯尔德说话的同时 朝门口示意了一下 一群七八个人拿着电脑 密码箱整齐地出现 张家主好 我是九州典当行总经理齐涛 这是评估单 张家所有的资产加起来 还是值不少钱的 大概能值个五百亿的样子 您看看评估单 可以的话 现在就可以签字拿钱 另外 这两位是五道联盟的公正人员 卧槽 张恒看着九州典当行的人 整个人都梦了 踏马的罗斯尔德 给自己想得这么周全 连祖产抵押的公司都找好了 而且还连夜做好了评估 麻蛋 张家祖宅 评估价268万 张家实数别墅 评估780万 张家公司大楼 评估1.4亿 张家门口两头玉狮子 评估300万 张家相钻的马桶 评估138万 密密麻麻的评估单 看得张恒一阵头皮发麻 你妈 张家祖宅传承百年的老院子 核心地带 居然只评估200多万 十套别墅 只值800万不到 和这一套别墅80万 干什么 抢钱吗 而且 居然连张家的相钻的马桶都评估了 这是要干什么 抄家吗 奶奶的 还是在自己家里 安装了监控 一种不祥的感觉 袭上了张恒的心头 自己这次孤注一掷 和叶家打金融大战 最后的搏命 到底是对还是错 但一想到自己唯一的孙子 都死在花都 张恒心里就跟刀脚一样难受 那是张家唯一的毒苗啊 就这么死了 张家没有了以后 虽然看起来 是被陈堂所斩杀的 但九优圣主陈瑶 已经打电 话解释了 陈堂是被叶凡控制了 叶凡也已经不是傻子了 一切都是 在骗大家 叶凡这个小畜生 这一战必须要打 但这个抵押签约协议 张恒还是有些犹豫 开始了 夜市集团已经开始出手了 他们居然开始反收购张家股份 瞬间已经吸收了5%的股份 张恒还在迟疑 罗斯尔德团队中 监控股市情况的手下 开始汇报着股市的情况 张家主 你做决定 或者今天这一仗 不打也没关系的 罗斯尔德淡定地看着张恒 大不要你的手续费 我不要 自己买机票 回去就是了 打 必须要打 张恒狠狠一咬牙 下达了最后的纸 现在这情况 不打能行吗 就算张家不对夜家动手 夜家都开始反收购张家股票了 稍有不慎 夜家说不定都要将张氏集团控制 罗斯尔德先生 先就着集团账户里的资金用吧 若实在不够 我再想办法 张恒将手里的评估单甩在桌子上 一脸愤怒 太气人了 连相钻的马桶都评估了 张家主 不要生气 这个评估单要好好保存啊 说不定马上您就要用到了 齐涛将评估单收起来 一脸邪魅地对张恒道 开始 罗斯尔德嘴角一笑 也对手下下达了开始的纸花都 郭氏集团会议室里 洛菲特看着屏幕上股价的变化 眼睛一亮 他们开始反击了 听我号令 将夜市集团的股价抬高五倍 嗯 洛菲特的一句话 让现场的郭力和薛宇飞等人都不由一愣 抬高五倍 打金融战没有这样打的呀 价格抬这么高 夜市集团将会有非常大资金压力 张家那边想要吃夜家的股票 怕会掂量掂量啊 大哥 这洛菲特他 郭力虽然非常相信洛菲特的金融实力 但如此混乱的打法 让郭力还是有些担忧 这么闹 洛菲特就算带了五千亿过来 也不够躁的呀 反哥 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 薛宇飞也有些着急地开 但夜凡却淡定地喝着茶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担心什么 张家和我夜市集团开战 结局都已经注定了 你们安心等待结果就好 外界根本不知道 罗斯尔德和洛菲特 都是夜凡扶植的两大金融巨头 得知罗斯尔德去了张家操盘之后 夜凡就知道 这是洛菲特和罗斯尔德做的一个局 今天的战斗 在外界看来 那是惊天动地 是关系到夜家和张家的 一场生死大战 但对于夜凡来说 完全就是一场表演赛 洛菲特知道 罗斯尔德知道 夜凡知道 而其他人全部都被蒙在鼓里 夜凡话音刚落下 爷爷叶长风的电话打了过来 小凡 股票怎么回事 怎么波动这么一场 我听说张家对夜市集团发动了狙击 你能不能行 若是扛不住的话 我这就打电话 让我的那些老朋友出手 云城暂时已经安宁了 夜长风本来是打算 今天去一趟上京的 有些事情 是要摊开说了 到了现在这一步 既然夜凡已经彻底苏醒 那有些资源和支持 夜长风必须要去支持 可突然看到 夜市集团股票如此剧烈波动 夜长风暂停了去上京的计划 马上给夜凡来了电话 不用 小小的一场战斗 我能解决 爷爷静静地看好戏就是 虽然已经知道 孙子不一般 但夜长风还是有些担心 真的不用 对方可以动用了 几千亿的资金规模呀 你哪里有那么钱 夜凡五年前的好多活动 夜长风都不知道 成为了玄武御震天王 什么扶植了两大金融大鳄 救了松帕将军 夜长风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了 最大的秘密天机阁 夜凡到现在 都还没跟爷爷提起 天机阁旗下的九州集团 都是资产过万亿的庞然大物 只要自己开口 庞海可以给自己提供 足够想要的资金 只是 现在洛飞特所带来的这些资金 加上薛宇飞提供的支援 应该是已经足够了 真的不用 爷爷相信我 我当然会有我的办法没 您就放心好了 夜市集团是我们夜家的命脉 心血 我不会让夜市集团垮掉的 夜凡知道 夜市集团本身价值 或许没那么大 但关键是 夜市集团现在成了 夜家存在的象征 自然不能出神妖势 哦 那好吧 云成 夜长风挂断电话之后 还是有些不放心 想了想 还是给花都的房屋 总长江城打来的电话 小江 小凡已经到花都 今天正在做一些事情 你去帮忙查一下 他的具体情况 西北安西城 张市集团总部 罗斯尔德看到夜市集团的股票 暴涨500% 立马下达了命令 开始全面收购 吃尽 市面上有多少货 要多少货 先砸2000亿 进入再说 是 罗斯尔德的那些手下 迅速开始操作账户 全面吃进夜市集团的那些股票 2000亿瞬间砸了出去 但因为价格 翻了5倍的原因 实际上 张市集团这边 只吃进了15的份额 张衡 在旁边都急了 罗斯尔德先生 您这样不行啊 5倍的价格收购 我们还要防御自己的股票 不被他们偷价 资金肯定不够啊 张衡瞬间也意识到问题 连忙开口提醒着罗斯尔德 这个罗斯尔德 怎么感觉 今天就是专门来败家的吗 按照他这个手法 3000亿眨个眼睛 岂不是就没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资金不够 你想吃掉夜市集团 不收购足够的股份 怎么够 罗斯尔德一脸不以为然的 张家主 别愣着了 赶紧想办法筹钱吧 夜市集团的股票还在涨 我们怎么办 继续跟进 剩下一千亿 全部继续买进 罗斯尔德没有丝毫犹豫 飞速下达着指令 但市面上夜市的股票 就跟浪潮一样 张衡这边3000亿的资金砸下去 水花都没冒一个 居然只收购了夜市集团股票 不到10% 距离想要控制夜市集团 还差得远 而让张衡更绝望的是 当张衡手里3000亿花光之后 夜家的股票 就跟见鬼了一样 迅速从暴涨600% 跌落到正常价格 然后还再继续跌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夜家的股票 居然跌到了正常水平的30% 我尼玛 这搞什么鬼 张衡看着屏幕上的数据 直接傻眼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夜家的股票 从涨6倍 到正常价格的30% 这就意味着夜家的股票 相对最高价 已经缩水了20倍 也就意味着 张衡手里的3000亿 眨眼间就只值150亿了 卧槽 这根本就是抢钱啊 对方就跟有眼镜一样 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高价将夜市集团的股票 买出之后 知道自己钱用光了 还必须跳 票的价格立马下来了 张家主 钱啊 继续要钱啊 现在价格下来了 这是最好翻盘的时机啊 罗斯尔德 看着屏幕上的数据 急促地催促着张衡道 现在我们低价购买 夜市集团的股票 低于市场的三倍啊 买到就是赚到 罗斯尔德一脸焦急 这样的场景 张衡自然也是清楚的 只是现在哪里去 弄那么多钱了 张家所有的钱 全部集中起来 张衡现在真的是 一个子都没有了啊 张家主 九州典当为 杰城为您服务 我们只做过桥 如果你24小时内 将东西买回去的话 我们只加价5% 旁边九州典当行的 总经理齐涛 恰到好处的开口 手里还拿着那份评估单 你妈 此时的张衡 都快要骂娘了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 眼前明明就是一个 精心设计好的局 但张衡却不得不 往里面跳 跳了可能死 但若是不跳 却是铁定要死 关键是 张衡再三思考 根本无法将 罗斯尔德和九州典当行 跟叶凡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 最多是罗斯尔德 想要从中赚一笔罢了 合同拿来 我签字 张衡要牙 对着齐涛呵斥道 张衡身边 两个儿子眉头紧皱 看着眼前的情况 都感受到了一种 负面的浓烈不安情绪 爸 要不先缓缓吧 今天这情况 有些不对劲啊 是啊 爸 若是我们抵押的 五百亿投进去 再失败的话 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上京的唐正 已经被上面停职了 被当做了弃子 现在张衡的职位 虽然还没停 但得知张峰和九优少主陈唐 都栽在了叶凡手里 上面也明显 是有放弃张衡的打算 还 你们以为我不想还 踏马的 现在如果我们还 那我们刚才砸下去的三千亿 就完全打了水漂啊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如果我们不继续加码战斗 就会被叶氏集团吃的骨头都不剩 风儿都已经死在叶凡手里 我们还有退路吗 张衡作为阁老 经历那么多风浪 几乎所有的事情 他都能看得透 但就算他看透了所有的事情 现在他也没有任何选择 签字 张衡在武道联盟 两个公正人员的监督下 无奈在合同上签字 旁边九州点当行的工作人员 迅速在电脑上操作 张家主 钱已经到账了 祝您此战大胜 买进 全部买进 张衡开始对着现场 罗斯尔德所有的工作人员 开始怒吼的时候 却发现夜市集团的股票价格 瞬间居然又涨了上去 恢复到了之前五倍的价格 这个时候 张衡的五百亿放进去 根本买不到任何份额 卧槽 玩我了 张衡眼神犀利地扫视了一眼周围 这里除了罗斯尔德的工作团队之外 剩下的都是张家核心弟子 你们到底谁是叶家的奸险 自己一有钱 叶家的股票就飙升 而自己一没钱 叶家的股票就下跌 如此诡异的场景 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家主 不好了 正着张氏集团的股票 快要崩盘了 我们股票已经下跌了50% 还在继续往下跌 有人在狙击我们的股票 现在怎么办 旁边张家金融分析师 看着屏幕上张氏集团股票的变化情况 有些慌张地开口道 因为价格猛跌 现在都引起了大家恐慌性抛售 若是再不护盘 张氏集团怕真的要破产了 扑痴 张恒朝屏幕上一看 一口鲜血 直接喷了出来 看着自家的股票 眨眼间跌落了那么多 而且更多的人还在继续抛售 关键是 抛售的价格不断打压 这样继续下去 真的用不了多久 张氏集团就会彻底垮掉 张家主 你来决定吧 是继续买叶家的股票 还是护张家的股票价格 罗斯尔德如此淡定的态度 让张恒都快要抓狂了 反正烧掉的 不是你的钱是吧 踏马的 护盘 张恒眼睛一闭 无奈下达了命令 其实张恒自己也知道 现在他手里只有500亿 怕是张家的盘 也很难护住 五分钟后 结果如同张恒所料的一样 哪怕罗斯尔德 将手里之前3000亿买来股票 见卖了了100亿 依旧无法护住张家的股票 家主500亿没了 我们张氏集团 彻底被狙击了 现在张家已经换老板了 对方叫云城夜市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掌控了公司绝对的话语权 当张家金融操盘手 将屏幕上的结果念出来的时候 张恒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从座椅上瘫软了下去 不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叶家的实力那么强 今天叶家所有的行动非常诡异 似乎全盘掌控了张恒所有的动向一样 张恒这边有任何风吹草动 叶家都能最及时地做出反应 张恒的两个儿子 也一脸迷茫地跌坐在地上 张家其他的核心成员 也全都绝望地看着大屏幕 整个人都是茫然的 罗斯尔德 是你 肯定是你们动了手脚 你那么厉害 拿着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输得这么快 张恒最终将自己心里的怀疑说了出来 罗斯尔德今天的表现 完全就跟宋财童子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 将张家三千多亿的现金获获了 还将张家的集团公司 以及组产 全部都抵押到了九州点当行 罗斯尔德服了服自己眼镜 微笑着对张恒开口道 张家主 谢谢你的配合 今天任务完成得这么顺利 我也终于可以跟夜少交差了 夜少 听着罗斯尔德的话 张恒彻底傻了 哪个夜少 现场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聚集到罗斯尔德身上 而罗斯尔德不慌不忙地将手机拿出来 别急 等我接通视频通话的时候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三千多亿的目光 有点赞 适合